你妈妈怎么了 小姐 6岁小男童看见母亲昏倒 吓傻了 不断咬着母亲大喊 圆景想帮忙 但夫人却不断拒绝 就是不让圆景靠近 我们扶你过去 你住 你不肯这样 你有孩子 来 我带你回去 夫人都已经虚弱到站不起来 就是不肯让圆景伸出援手 半婚半醒中 还把圆景当作坏人 一边拉扯还喊着 别带走我儿子 他还以为发生什么事情 他以为警方要带他小朋友去安置 在询问一些 他的详细的年级资料 及住址的时候 一度很慌张 拒绝警方的协助 大半夜 夫人带着孩子倒在路边 让圆景好担心 就连警方想护送 夫人都刻意绕路 最后才知道 他是为单亲妈妈 为了养家疑似顾劳太累了 才会体力不知昏倒 高雄警方巡逻 在路边发现母子两 夫人却因为神志不清 误把警察当坏人 这是一个单亲的妈妈 晚上跟儿子外出 那因为路经 青年路段的时候 身体不适 然后昏倒在路旁 单亲妈说 当时只是带儿子去散步 没想到就昏了过去 还要松一后 只是身体不适 母子两也平安返家 尽管过程中 几方一度被当成坏人 但小误会 也让圆景深刻感受到 母爱力量 就我叫佩如 还需要做高雄摸摸摸 中天电视 全身制作 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